天溫度還會再更冷一些 我們就來關心 禮拜四 禮拜五的溫度趨勢圖 大致上來講 在整個中部以北 到時候都只會剩下12度以下 而在南部地區的低溫 也會降到14度左右 但是到了禮拜五更冷了 整個中部以北 溫度會降到10度以下 而在中南部地區 則是落在12到14度之間 當然部分的空曠處 包含像是在沿海地區 溫度還會來得更低 離島甚至只有可能 會出現6度到7度 都是有機會的 那麼未來一週的溫度 我們會經歷兩波的強冷空氣 除了這一波寒流過去之後 下一波還有一個大陸冷氣團 雖然中間有一個禮拜六 它的溫度稍微的回升 但是只有上升個2到3度左右 還是冷 所以目前看起來 是會一直持續到耶誕 都是這麼冷的天氣 再來關心的是水氣的部分 今天因為有南方雲氣 北台的關係 所以在整個中南部地區 尤其在山區降雨比較多 但是現在已經慢慢的緩和了 但是要留意在北部地區 像是在大台北的山區 還有基隆北海岸 還是發布了大雨特報 提醒大家要留意 而未來幾天也都是這一個區域 會雨比較多一些 我們來看到 這個雨雖然逐漸的減少 但是在整個東北部地區 東北部地區都還是會持續的降雨 所以我們特別提醒了 在整個北部的2000公尺以上高山 是有可能會降雪 機率來的比較高 就算它沒有降雪 比如說像是宜蘭的太平山 也有可能會下冰線 或者是結霜 但無論如何你上山的時候 都要多加留意 因為這道路真的是比較濕滑 最後我們要特別提醒大家 就是這幾天 北東都是比較英語的 所以出門的時候 絕對要吸的攜帶雨具 而在中南部的雲層偏厚 也要留意一下 安琪 是 我們都還會提醒大家 出門要小心保暖 只不過幾天前那一波冷 有很多人是在家裡頭出狀況 這為什麼呢 宣童 好 沒有錯 在禮拜六 禮拜日的時候 您已經覺得很冷了嗎 因為當時是強烈大陸冷氣團 在台北市的側站 溫度大概是12度左右 但是我們要特別提醒 那個時候就已經全台造成了 有80多個人猝死 而這一次入東的首波寒流 也要小心 而很多人都認為說 我是不是只要不出戶外 就覺得不用擔心 但實際上室內也很危險 尤其在家裡面的客廳 還有浴室是高風險場所 第一個原因就是因為 他們這些地區 這些場所都會有對外窗 所以如果你開開關關的話 室內的溫度起伏 就會來得比較大 同時 而且我們在家裡面的時候 都會比較容易疏忽 穿了比較輕薄的家居服 那麼你體感上的溫度 實際上可能就會來得更低 就很容易健康會出狀況 所以我們要特別提醒 幾個高風險族群 包含像是如果你是高齡 心衰竭或中風 以及心臟有裝過支架的觀眾朋友 都要特別留意 因為很有可能會有心血管 相關的疾病 觸發或者是發生 同時如果你的身體有出現喘 胸悶或胸痛 以及心悸和呼吸急促的情況的話 也要盡速的就醫 最後最後我們要特別提醒大家 在家裡面如果你洗完澡的話 你出來室外的溫差 可能會來得比較大 如果超過5度的話 確實對於你的身體健康狀況 可能會有很大的風險 安琪 謝謝宣童說明 只不過要是這窗怕冷 窗戶不開 好像也蠻麻煩的 台灣這幾個月來 各種呼吸道傳染病沒斷過 還好沒有造成醫療體系崩壞 不過醫師形容 在台灣現在的流行 即便流行就像秋林一般 起起伏伏 也不能掉以輕型 隨著天氣氣溫下降 不少人出現感冒症狀 包括流感 腹流感 新冠疾 腺病毒 鼻病毒 呼吸道融合病毒等正在流行 以流感疫情來說 雖然感染人數沒有高山形趨勢 一樣出現高峰 但卻是屬於秋林形 小山形 患步上升 最近門診常有反反复复 咳嗽 流鼻涕 發燒 等呼吸道症狀來門診就診的兒童 而且時間常常會持續好幾週 甚至到一兩個月 他們幾乎沒有幾天是沒有症狀的 其實仔細問診和詳細檢查之後 都會發現大部分的兒童 都是重複的感染不同的病菌 若是兒童感染這些病毒 初期的症狀就是發燒 甚至不容易退燒 而像流感病毒 腹流感病毒 或腺病毒都可能會稍稍退退一個禮拜之久 何必一些呼吸道的症狀 家長往往就非常的擔憂 但藉由自己的免疫力也會自然痊癒 當然各種病毒還是有一些不同的症狀 像流感 可能還會全身肌肉痠痛 腺病毒可能會有睫膜炎的臨床表現 秋冬之際各種病毒蠢蠢欲動 也是造成呼吸道傳染奇病 耗發季節 當各種病原體盛行 導致醫院門診急診大爆滿 可發現不同年齡層 有不同耗發的病原體感染 尤其聖誕節 跨年 藉著農曆春節相繼到來 擔心彼此交流增加 升高 傳染機會 其實這些病菌 本來就存在我們的社區當中 也是引起我們感冒 呼吸道感染 常見的病菌 但因為過去幾年 疫情嚴峻的感控措施 這些病菌沒有機會流行 兒童不幸感染後 可能會食慾下降 不願吃東西 而發燒本身又會流失更多的水分 所以在生病過程中 特別要注意到精神狀態 及補充足夠的水分 除了開水以外 可以使牛奶 果汁 豆漿等液體 以免脫水 除了嬰幼兒要注意 年長者有重大後慢性疾病 及免疫趨存的人 更要加強警覺 預防感染 避免中症 這一兩個月以來 上呼吸道感染症狀的病人非常多 那最惱人的症狀就是咳嗽 有時候可以持續兩週到三週 甚至到一個月 那大家最擔心的 就是梅漿菌的感染 不過梅漿菌 其實比較通常是在 5到15歲的小孩子身上 橄欖科醫師指出 接種流感疫苗和新冠疫苗 是預防呼吸道感染的重要手段 對於高齡者和免疫力較差的人 及早接種疫苗 有助於減少肺炎 以及住院的風險 呼吸道感染容易在人群中傳播 因此有呼吸道症狀的人 因盡量避免進入公共場所 減少傳播風險 成人一般來說 還是比較自己流感 或是一般的感冒為主 那在症狀上的方面 因為其實是很難區分 所以我們會建議 如果有上呼吸道症狀 伴隨有高燒不退 或者是有傳的話要盡早就醫 最近在門診中 呼吸道感染的病例數量 呈現逐漸增加的趨勢 這些感染主要來自多種病毒 包括流感病毒 新冠病毒 以及一些一般感冒病毒 在這樣的環境中 需要採取一系列的預防措施 以保障個人和社區的健康安全 感染科醫師表示 可能經過新冠病毒後 民眾對於各種病毒傳染 有點精攻之鳥 不過這些病毒的盛行 其實每年都是如此 不必過度緊張 平時務必勤洗手 人潮擁擠的場域 戴好口罩 注意個人防護 就能降低被傳染的風險 TVBS新聞 陳如環 蔣志偉 台北採訪報導 當然眼前要防的是寒冷的傷害 不只台灣 日本氣象廳警告 從星期四開始 只將出現所謂十年一遇的低溫 跟暴風雪 而南韓首爾則可能在星期四清晨 出現零下15度低溫 這部這邊文獻帶您看的是在南美洲 有風暴襲擊阿根廷 這風力之大 讓停在機場的波音737 被吹到轉圈 一架原本在跑道上停好好的飛機 突然開始自行向前滑行 還轉向 機更撞翻登機梯 現場狀況宛如靈異現象 這是發生在阿根廷的 和犀牛貝瑞機場 因為當地遭遇強風襲擊 甚至一度刮起時速160公里 相當於15級的強陣風 讓飛機竟然可以自行滑行 登機梯同樣也被強風吹跑 最後撞到空貨櫃才停下來 所幸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但有上百架航班被迫取消 鏡頭來到東亞 民眾從頭到腳抱得緊緊的 在狂風暴雪中快步走回家 北極冷空氣南下日本海一側 從北到南變成銀白世界 從20號早上6點到隔天早上24小時內 北海道降雪量高達50公分 北陸地區也有40公分 北九州則降下15公分 日本氣象廳更發布早期天氣警報 警告這10年一遇的低溫和大雪 從當地週四到週六之間會變得更強 另外南韓同樣也陷入激動世界 南韓全國多地都出現零下的低溫 首都首爾周三溫度已經降到零下6度C 氣象預報顯示恐怕溫度會再往下灘 隨著氣溫逐步下降還可能降下大雪 南韓當局呼籲民眾上下班時多注意自身安全 TPP的新聞綜合報導 好 宣童我們剛剛看到的是日本韓國的情況 是不是港澳也在這一波冷空氣的發威範圍裡面 預估狀況如何呢 宣童 好 沒有錯 台灣入東的首波寒流 跟我們同緯度的香港地區 其實他們的溫度也是直線的往下滑當中 我們經歷寒流 他們經歷寒潮爆發 而且這一次他越往南傾 已經來到了香港的位置 所以在這個緯度 同樣緯度的地方 我們是要注意的是什麼呢 包含像是香港天文台特別提醒 在過去10年之內 其實聖誕節以及平安夜的溫度 都普遍比較高 像是在2011年到2014年的溫度 大致都是落在10.3度到10.9度而已 但是到2014年一直到2022年 可能因為全球暖化的關係 所以溫度普遍偏高 在聖誕節的這一天 溫度都高於13度 但是天文台也特別提醒 在這幾天 尤其這6天 溫度都是普遍的下降到比較低的臨界點 包含像是06天 溫度都會在12度以下 一直持續到耶誕節的這一天 甚至在12月22號 就是禮拜五冬至 溫度會來到最低 新界多區的溫度 都會跌到只剩下個位數 同時我們還要提醒這個時候 雖然禮拜六的時候溫度有稍微的短暫回升 但就像台灣一樣 可能只有起伏個2到3度左右 很快的到了禮拜一的時候 這溫度又是急劇的下滑 因為又是一個類似像大陸冷氣團的強度 要來南下了 所以到時溫度是介於12度到18度 而現在台灣關心的是會不會下雪 那麼在香港有沒有可能會下雪呢 目前看起來這機率是比較偏低 一來是它的緯度比較低 再來他們的高山都不超過1000公尺 所以機率真的比台灣會來得再更低一些 開一間屬於自己的店 是欣欣的夢想 只要我們一起努力 應該沒有什麼事情是不可能的 你這麼做 你就不怕你媽頭跟他媽 董事長找我